大家好,我是文哥,今天我们继续讲大发不动场第13集 上集我们说到,直坐在智亚通过妈妈的鬼魂,终于看到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20年前那天晚上,陈子抱着被无名鬼附生的人犯来到大发不动场 请智亚妈妈救救孩子,见重的母亲交代智亚,乖乖待在房间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下楼 同时交代当时还年轻的助理,在自己杀害被无名鬼附生的淋梅后 代替自己照顾智亚 与此同时,好奇的小智亚从楼上下来,破坏了妈妈布下的结界 而陈子听到智亚妈妈的通话,立刻想带着年约的人犯离开 这时,智亚妈妈出现,手持驱轨神器向人犯冲去 陈子上前阻拦,撕扯过程中,妈妈胸前驱魔项链不慎掉落 此时,人犯腿内的无名鬼,似乎感应到了妈妈是驱魔师 突然冲上前抱住她,短眼间无名鬼完成了附身转移 被附身的智亚妈妈掐出陈子的脖子,人犯明明复复地醒来 刚好目睹了这一幕,这时智亚大喊着妈妈 看到妈妈的脸,智亚惊叫着蹲下神 听到女儿的声音,母亲短暂地恢复了一些意识 受到惊吓的智亚捡起一旁掉落的神器 见无名鬼慢慢向自己靠近,智亚闭上眼 本能地伸出驱轨转,搭向了母亲的心脏 鲜血飞溅到她脸上,智亚的眼睛瞬间变色 也许这就是妈妈跟在身边的原因 母亲的鲜血染红了79年的驱魔记录 而智亚因为太过悲伤,成长过程中自我封存了这段残酷的记忆 吸收记忆的智亚非常虚弱 她告诉身边的人犯是自己杀死了母亲 说完便晕了过去,医院里人犯一直握着智亚的手 手负在身边给她温暖 没过多久,智亚醒来,以致真相的她生生自责 助理安慰她,二天只是在进行正常的驱魔步骤 智亚怒哄着,她埋怨助理隐瞒真相 操纵了自己20年,愤怒地将对方赶出病房 随后智亚失智出院来找郑组长 了解当年的案件经过,郑组长见她恢复了记忆 便拿出案件记录,让她翻看 当年警察赶到时,智亚妈妈已经死亡 死因是尖锐的发张刺入心脏,导致出血过多 而现场的其余人都失去了意识 时隔几十年看到母亲的死亡照片 智亚伤心欲绝 她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何留在自己身边 逼最爱的女儿杀死,心生怨恨才不愿离去 智亚想要结束这一切,要送母亲离开 她暂时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消失 人犯找到助理了解事情的真相 这次助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 并且当年智亚妈妈死后 昏迷的人必送往医院 助理来到医院告诉陈子 无面鬼就是被她创造出来的 输出放火烧屋 死去的无辜村民变成怨鬼 融合在一起变成了无面鬼 从而附身在人犯身上 陈子不停道歉,内心充满愧疚 助理劝她自首赎罪 陈子答应下来 另一边卧底小混混偷了保证书 没有上交给都社长 都社长得知后 立马加派人手寻找 此时的混混躲在朋友的公司里 意外遇见了餐厅老板的儿子 混混秒变正派人物 一本正经的教育她 母亲都在家里望眼欲穿了 赶紧回家吧 别让老父母流下血泪 说完写下一个电话号码交给她 就在这时都社长的人感到 混混急忙地从仓库逃跑 躲过一劫 志亚离开大发不动产 来到青岩总部 去魔师使用的去魔神器就出之于此 志亚对手正在擦拭神器的阿姨说道 她打算不再去魔 想到处旅行游玩 阿姨却无情地出窗 志亚并不是因为没有送走母亲 才一直做去魔师 而是打心底里喜欢这份工作 几天后人犯按照助手提供的例子 也来到青岩总部 人犯在竹林里找到志亚 她劝志亚无需自责 如果那天不是自己的说书上门求救 必须就不会产生 所以都是我们叔子两的错 可志亚无法释放母亲被自己亲手杀死 每当看到人犯 又会争气地记起那天发生的一切 所以她不愿意再见人犯 便扭头转身离去 人犯心又不甘 傍晚她又来到青岩 偶遇阿姨 由此两人复杂关系 她有意提醒人犯 她对人犯透露不会成为怨鬼的方法 就是在感恩的时候说谢谢 感到高兴的时候就去道歉 对爱的人表达爱意 不要等到意外来临 心里还有很多牵挂和遗憾 这样才不会变为怨鬼 听完这番话 人犯如蹄肤灌顶 她对着屋内被蒙不出的志亚 倾诉心生 感谢20年前救了自己一命 也感谢有生以来对自己特别照顾的她 虽然屋内的志亚并未作神 但她的内心也慢慢松动 另一边卷毛哥找到混混经常出入的中介公司 故意询问公司老板是否认识混混 让老板产生警觉 接着来到楼道里安装好摄像头 一切准备就绪 不久老板告诉了混混的马仔 有人来找混混 马仔得到这个消息 连忙去见混混 而这一幕恰好被卷毛哥的摄像头拍到 他一路跟踪马仔来到偏僻处 却不小心被对方发现 卷毛哥只好自报来意 他想出一亿行员购买都社长的保证书 一听这么多钱 拿来卷毛的号码 准备跟混混商联后再联系交易 卷毛拿出自己的脑铺本 准备偷偷帮助人方买到保证书 这时都社长的手下们 开始以武力威胁周边的商父们 签下拆迁保证书 可唯独大发不动产对面的餐厅阿姨 无论如何都不愿卖掉这里 她要一直等儿子回家 傍晚下着群盆大雨 儿子一瘸一拐来到餐厅 打开门的一瞬间 餐厅的灯光突然熄灭 阿姨看到日式夜响的儿子 内心露开了发 嘴上却不停抱怨 阿姨准备做儿子最爱吃的泡菜汤 此时警方来电通知阿姨 她的儿子已经死了 阿姨回头发现变成怨鬼的儿子 吓得晕倒在地 原来正是因为混混给到儿子的电话号码 才让警察联系到他 在警局确认儿子尸体后 阿姨瘫倒在地 没想到当初儿子赌气离家出走 最后竟成了永别 儿子葬礼如期举行 得到消息的人范和智雅 分别前往葬礼现场击败 两人碰面却没有说一句话 智雅正打算击败时 口中浮出一口寒气 她扭头看到了 一直围绕在餐厅阿姨身边的怨鬼儿子 可智雅没有理会 立刻离开现场 回到大发不动场 放弃做驱魔师的智雅 开始打爆屋内的驱魔物品 这天时常看到儿子鬼魂的阿姨 来到大发不动场 她哭着诉求智雅 把儿子安心送走 放着悲伤的阿姨 心软着智雅决定 再进行最后一次驱魔 她开始准备驱魔所用的材料 并打电话联系自己最照顾的灵媒人范 有人来到餐厅 开始进行驱魔仪式 在智雅点燃香炉那一刻 儿子的冤魂在结界里显现 人范丑掉项链 必愿鬼成功附身 智雅刚扒出驱魔针 却一变涂神 并浑成人犯体内突然冲了出来 智雅看到这一幕 想起最初她想用人犯送走妈妈时 也如同今天一样 结界里的阿姨 嘴里默念着是自己杀死了儿子 瞬间智雅明白了 冤魂并不是自己想要留下的 而是活着的人执念太深 不愿放对方离开 好了 本期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请帮忙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